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讲嘉宾依然是永固法师 但是永固法师已经在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去了台湾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当然也依然会请到永固法师 那么我们依然会是用电话连线的方式与永固法师进行交谈 那此刻台湾高雄总本山现在应该是在上午早晨的五点钟 虽然很早 但是我相信永固法师依然会在电播那边守候着我们的节目 与听众朋友来进行交流 那现在我们就请导播来接通电话 阿弥陀佛永固法师您好 我是小冉 小冉 早 阿弥陀佛 早啊 阿弥陀佛 是您早 永固法师 现在是我们的下午的五点钟 您早 永固法师 我们已经在线上了吗 对 现在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场了 那个很辛苦您 打搅您了 对 不会 不会 很高兴 好久没有与幸福有约的听众朋友们 在空中相约 对 已经 今天我们从哪里开始谈呢 当然 现在您已经是在台湾 在高雄总本山 对吗 是 是 那这次您回去了多久呢 在总本山这一次的主要的这个活动内容是些什么呢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好 其实这趟出门最主要是为了我们国际服官会 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的这个年度的会议 那么一共呢 就是有六天 我们从3号开始开会 那其实在我这边 因为今天早上嘛 今天早上 那就是第三天呢 那一共六天 那在第一天以报到 这个还有巡山这些为主 然后第二天就是我这边的昨天 是比较怎么讲 上午呢 因为是升旗典礼 开幕典礼 所以就身上很大嘛 所以就要到这个城府大道举行升旗典礼 然后再到如来店举行这个开幕 那么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很轻松 但是其实呢 因为在台湾的高雄呢 是这个大太阳很很帅的 那上呢 两三千人要在这个大雄宝殿前的 城佛大道 这个开幕是很盛大 我们整个这个按照国家 这样排队 列队欢迎 然后各国代表 五位代表这样进场 那个场面是很壮观 气氛也是很震撼人心的 然后在开幕就有一些 像贵宾啊 比如副总统也到啊 那这个各国介绍然后欢迎 不过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 在开幕典礼 因为也有几个新的协会 包含这个团体会员入会等等 就进行 然后也表扬这个优秀协会 然后我们多多多协会呢 也被表扬为优秀协会 哦 那真好啊 是在教育传承这部分的表扬 因为它分有四大类 就是我想我们多伦多佛光会 所有的佛光人这么努力 确实是应该要 应该要是优秀协会的 哎呀 真好 那个那咱们多伦多这边的 这个国际佛光会的成员 应该也去了几位去参加这个会议吧 总共三十四位 哇 很多啊 哎 应该不算少了 不算 因为我们这么远哦 嗯 大家也有心 那么 因为其实 我姐通过我们今天的 与幸福有约 这个跟听众朋友们讲 其实加入佛光会 真的很好 就是说除了你平常时 有机会可以 就是多方面学习啦 嗯 参与 像比如说我们大家移民来 那么就忙着工作啊 生活都要安顿的嘛 嗯 那安顿后呢 其实还少了一样东西 那么如果你参加佛光会 你比较能够看到一些 社区上的朋友们 尤其是这么好的朋友哦 嗯 还可以为这个社区 不管是参与或者付出 嗯 比如说你参与 嗯 我们前阵子才去 呃 种树啊 因为有一个啊 叫呃 呃 家和中心 嗯 他们是专门 这种呃 就是家庭辅导啊 心理智商啊 或者是说呃 呃 有些呃 青少年的问题啊 嗯 呃 这些他是一个家庭辅导的中心哦 嗯 嗯 嗯 就觉得去参与这些 其实是让我们的会员 认识更多的 啊 这些啊 怎么讲 社区上的朋友 嗯 嗯 那比如说我们 呃 这个是有那个 这个是由那个 呃 这个是由那个 这个是由那个 呃 呃 同那一天好忙哦 我们才忙完树叶嘛 嗯 呃 今天是27号 虽然我人不在那里 但我们都各分会有辅导法师嘛 一定有法师带着的 嗯 那呃 呃 那个众树呢 就要莫法师带 然后 米西萨的呢 就有绝签法师啊 呃 呃 面具法师啊 哦 他们就带着去参与叫做 简明同的日 嗯 呃 呃 警察 我们通通都 这个加拿大警察很 真的很像人民保姆 嗯 呃 就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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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米西萨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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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的朋友一样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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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常时你要怎么注意居家安全啊 呃 有什么问题 你怎么联络我们呢 呃 呃 我们可以为你们服务什么呀 呃 呃 就是说你平常时有在地的参与 嗯 然后呢呃 呃 呃 这个年度的会议呢 我们是把参访跟会议都结合的 嗯 比如说我们这趟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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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师傅您22号就出门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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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会前参访 嗯 呃 呃 呃 当然会员没那么早了 我再提早个几天 因为我去讲演 呃 呃 呃 我讲演完后 呃 呃 呃 会员到了 呃 我就陪他们去参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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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京啊 叫 就是 呃 到这个 连昌大佛啊 还有我们在新建中的法水寺啊 呃 呃 最优美的在富士山下的本期室啊 嗯 那这样 四天三夜参访完 然后才回到山上 回山上是10月1号 1号就先参访佛托纪念馆 哦 然后在本山 然后就报道了 哦 像这样子的 哦 就结合的 嗯 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些呃 去总本山开会的这些呃 会员们 他们也是先到日本呃 去进行了学习交流 然后才到了台湾高雄的总本山的 哎 哦 哦 那会议后 这六天的会议后 我们还要到印度去参访 十四天呢 哇 哈哈 对 会前参访 会后参访 嗯 然后 这个 这个佛光会的会议 这个是呃 必定都是呃 全程参与的 嗯 嗯 那那不是也很好玩吗 其实 所以呢 我觉得参加国际佛光会 呃 就是加入会员 除了你平常时可以 呃 就是呃 就是有会员的呃 福利啊 别有什么需要协助啊 等等这些 嗯 然后呃 又可以呃 有一些我们安排一些讲习啊 课程啊 嗯 可以学习 嗯 得到好多的资讯哦 嗯 然后我们又都会 记这个 这个佛光事迹啊 就好像会训啊 嗯 会训里 就每 每个月 就提早就通知你 说我们什么 氛围有活动 或者说呃 佛光山 就多人都佛光山 呃 下个月的活动 法会呃 哦 很详细的都写下来 哦 嗯 也是这样 对的 哦 然后呃 还有多出去 参与社区活动 认识更多的 资源 呃 朋友 呃 加上有这个 跨国的 哦 这种会议 嗯 嗯 很好的 对 真的是这样 听起来 你看又能交朋友 又能学到啊 在本地生活的一些实践经验 还能够呃 有很多参访的机会 更重要的呢 其实是在佛光 佛光会的这个大家庭当中 你能够重新找到一种 在异国他乡的 大家庭的温暖 这个可能是在其他的机构当中 不容易感受到的 是 我们佛光会 讲起来 呃 佛光会的干部 真的被表扬为优秀学会 我觉得是实至名归 因为 他们真的是 在 在 在立即着 在菩萨道上的修行 哦 嗯 他们要承担比较多 哦 会员 是比较 就是参与 哦 那干部呢 像会长啊 秘书长啊 副会长 他们呢 各个理事啊 分会的会长等等 哦 他们就要付出的比一般会员多 但是在付出的同时 他们很清楚 其实他们得到最多 嗯 是 真的 这个只有参与付出的人 自己知道说 哦 原来我的生命意义 价值那么高啊 嗯 是 那个 今天我们听到您的这样的介绍呢 确实是让我们更加 好像理了一条清晰的线路给我们哈 让听众朋友听了以后 更加了解了国际佛光会 它的组成 然后它主要学习的内容 啊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永古法师 您从9月22号到今天 跟我们听众朋友连线 这中间又去了日本 接下来还要去 还要去印度的一些详细的安排 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稍后回来以后 再来听您讲故事 好吗 好好 好 好 咱们先进一下广告 拥有天下 非富有 心灵充实 才可贵 龙天圣众同慈户 所愿从心西圆满 为庆祝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10月12日 星期天早上9点30分 至中午12点30分 举行大悲颤法会 期望大众 极有礼拜观世音菩萨之功德 消灾得福 普愿回向 利乐有情 查询更多资讯 欢迎致电多伦多佛光山寺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浏览相关讯息 www.fgs.ca 万人广修戒定会 千家长明日月灯 消灾严寿 常欢庆 增幅尽得大地春 多伦多佛光山将于10月26日 起见药师法会 祈求药师琉璃光如来 护佑您何家 消灾严寿 福慧增长 功德回向 国泰民安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即日起接受点灯功德登记 详情请电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好 亲爱的听友 欢迎您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刚才呢 我们听到永古法师的介绍 现在我们多伦多 佛光会的一行三十多人 现在都在总本山 是 而且 我想跟大家再提一下是 我们在第五天吧 应该是那一天啊 大师呢 要为我们 就是主持一场 这个第三届的世界人文论坛 其实我 大家 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印象 我好像有提过 这个世界人文论坛 是大师发起的 那第一届呢 这个跟师傅 就跟大师对谈的贵宾呢 是哈佛大学的荣誉教授 叫傅高义教授 那他就是 著作有一本叫 邓小平改变中国的作者 那么 所以是跟他 这个对谈的 那第二届的 这个人文论坛呢 是跟 这个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莫言老师 对 那这次呢 在这个国际佛光会的 这个世界大会上呢 举行的这个第三届的 世界人文论坛 那大师 然后跟几位贵宾 就是 谈这个未来与希望 那么 高继勋教授啊 黄春明教授啊 还有一位 严长寿先生 那么 一位是 经济学者 也可以说 他就是提倡这个 像我们读书人啊 知识分子 知识救国的 天下远见 这个文化出版的 创办人 我真的是非常欣赏 他那种 为人民啊 那么 为大众啊 然后用 提倡知识的力量的 这位 知识人啊 那另外 黄春明教授是 台湾 可以讲是 就是 最有代表性的 文学家 作家 那 另外 高 严长寿先生啊 他曾经 担任过 台湾的观光局局长 那他 他的那个著作 比如说 总裁世子星啊 等等 这一系列的 他关心青年 下一代 关心教育 关心 这个 台湾的这片土地 环保等等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位菩萨 他们都是光人 所以就 师父邀请他们 在这个 国际佛光会 的大会上 那么 一起来谈话 给所有的 这些 与会的 会员 那么让他们都 就是让我们可以 在 这个 自己的见解上啊 我想我们可以得到提升 嗯 那我们的就是多伦多的听众朋友 还有多伦多的佛光人 更多的这些佛光人 我们通过什么渠道能够也一起听到大师的这个第三届世界人文论坛呢 嗯 我相信 嗯 比如说 可能 呃 我们回到 呃 多伦多 我们的呃 这个 呃 节目里头 我大约可以提一下重点 但这个是不够的 嗯 我提醒大家呢 就是可以上我们人间卫视 嗯 呃 我们佛光上办的这个电视台叫人间卫视啊 人间卫视的网站啊 然后他会有人间新闻的报道 也会应当会有全程啊 这个转播的这个录像的重播等等 嗯 就看他的这个预告 节目预告 嗯 好啊 我们好欢喜哈 也也非常羡慕啊 我们国际佛光人的就是我们多伦多国际佛光人的 这个代表呢 有三十多位来到了台湾总本山 他们能够亲自聆听到大师的呃 那个论坛的这些演讲的内容 回来呢 可能我们各个分会也会有一些学习和和那个深入探讨的部分哈 也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永古法师您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们再分享一部分内容呢 那我们想我都我真的没有想到可能听众朋友也不会想到您会这样马不停蹄的宿宴在二十号二十一号结束以后就立刻的去奔赴了呃那个其他国家就去进行演讲了 很辛苦啊 那您是呃 宿宴上好像我们感觉这个这个宿宴的气氛还在我们的身边呢 是哦 我我记得今天的与幸福有约 所以我要再一次的啊跟我们社区上的朋友们 还有啊 当天啊 彌零的贵宾啊 还有所有的我们的啊这个参与佛光寿宴的义工菩萨们啊 我真的真心的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哦 真的 这个佛光寿宴呢 给我们所有的啊 义工菩萨们呢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呃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说哦 这个活动很成功啊 当然他的成功从顺利圆满 筹款都很好等等 这些都叫做成功 但是我要补充的是说 其实我觉得他的成功 不是只有这个术宴结束了 结束了整个最后这里成功 不是我觉得是整个过程 因为我从筹备 看着我们的会长带领干部 还有我们的这个活动 有一个总干事我们叫统筹 会长是陈伟辰会长 统筹是Mabel师姐 Mabel师姐就带着副同筹 三位副会长再加一位于美莲师姐 就四位分四大主别 每一组别里头就有各个小组 就是这样环环相扣 他们总筹备 然后到最后已经锦罗密鼓 从试吃确定菜单 到最后的试吃通过 照说已经通过 但是到通过之后距离还有个十天半个月的 但是我看了点座主的菩萨们 像多多师姐跟安娜师姐 他们带着呢 还有贵子师姐 不断不断一直研究 就是我这道菜我要怎么摆盘 怎么呈现 像这些 然后到开始制作 前两三天已经有一些盘要洗 要怎么开始做 Sofia City 他们开始了 那个过程中 完全用上修行的力量 修行的功夫 好多人 差不多将近 我看五六十位义工在厨房里忙 但是没有声音的 一道菜一组人 一道菜 因为一共十道菜嘛 就十组人 分头进行 笑笑的 真的要谈 就交代事情 亲身交谈 然后默默念佛 然后用心准备 哇 那个气氛很感动人 那进行中 其实我们台前在吃饭 看节目表演啊 一脉啊 台后啊 在厨房内啊 是一组人 不停地在洗碗盘 他们从我们吃饭开始 六点半 在洗这些锅盘 到一道菜过后 收盘进来 他们在洗盘子 到凌晨 快两点吧 我进去跟他们讲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他们手洗 都泡到水里头 都肿的 都白白的 都肿了 皮肤都变白 然后我过去说 哎呀 三福塞 三福塞 辛苦你们了 那个洗碗的 那个组组长 他起头来看着我 眼泪滑下来 就说 师父 我好感动啊 我好感动哦 我好感动 他其实整个晚上 就泡在里面洗碗 所以我也含着 内光 是真的 大家都 感动之中 那个磁场 是 整个过程 都是感动的 就是那么辛劳付出的人 都受到感动的包围啊 嗯 差不多每天 两天嘛 都要收拾到 过凌晨三点 那大家 马上路上小心哦 小心开车哦 这样哦 一直到最后第二天结束啊 哎呀 那个第二天 到我们拍这个大合照 嗯 那个才是真正的高厂 嗯 送走所有的宾客 佛光义工 集合回来 一组一组 哦 这个 呃 我们陈会长指挥 哦 哪边站好一点 看开一点 怎么的 位置站定了 拍大合照 到合照完了 呃 我在那里说 呃 这个 呃 今天我们做到 呃 这个过程 感动 呃 到结束 都那么欢喜 欢喜是我们真正的成就 呃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陈伟辰会长 哦 他就热烈鼓励 呃 然后感谢我们的同仇 美国师姐 哦 鼓励 欢声的动 这样子哦 一组一组 我就每一组 我们一组的组长 这样 感谢谁 感谢谁 哇 我觉得那个是最高潮的地方 嗯 就振奋人心在那里 但是我们的宾客是 没有参与到这一环 只有义工 嗯 所以义工到最后 那种欢喜啊 哎呀 呃 嗯 嗯 嗯 感谢义工 啊 哦 这个也是我们在前台的呃 服务人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宾客们 他们都看不到感受不到的 我印象很深的是勇工法师 您在呃 呃 9月20号那一天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 嗯 您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提到过 您特别在这个整个宿宴的准备过程当中 给您的 给您留下的印象 您认为这就是成功了 还有一个您提到一句话 就是在整个宿宴的筹备过程当中 您看到我们义工们修行的进步了 哦 今天您把这句主题算是彻底跟听众朋友们点到了 这也是我们所有作为佛光人 最为温馨 最为骄傲和自豪的地方 嗯 对 那天的各个环节呈现得非常好 啊 那节目呢 像那个音响灯光配合呢 在第二天真的是完美演出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们我们可能要给听众朋友再留下一些想头哈 然后再因为我们三年嘛 三年才有一次宿宴 六年才有一次在在自己到场里面举行的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话先 请听众朋友们收在耳朵里留在心里头 三年以后 六年以后 我们再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 好 永固法师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然后再来继续聊好吗 好 好 亲爱的听友 我们来一起欣赏广告 拜神是一时的恭敬 归一是一身的信仰 龙天圣众同慈户 所愿从心 10465 1046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 请洽905-0465 好 亲爱的听友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我们刚才在欣赏广告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想 每一次佛光山的活动 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组织 机构所举行的活动 就在于在这个活动的筹备 准备 以至于推展 进行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参与者 是身临其境的在修行的过程 这是我们完全不同于其他机构的 对吧 永固法师 对对 像一般的人一谈 刚刚晓然提到修行两个字 一般的人就会觉得 我要到禅堂打坐 或者在佛堂念佛 诵经就是修行 这个当然是修行 但是呢 我们在活动参与的过程中 那有一些人他要学习着 真的有的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 你要扩大行量 去采纳人家的意见 或者甚至于是 有的时候忍耐一会儿 就是大家互相配合 或者是说 这种种的 不失 词 持战 忍辱 禅定 精进 波瑞 智慧 全部都要用上的 其实修行六度 也是大修行 那个是在 生活实践当中的修行面 所以在我们的佛光人的参与之中 义工的参与之中 确实是有很多机会 是在修行 然后同时检视 就检查 你看回自己 比如说以前很急躁的 不能忍受别人的 现在是不是 这种包容度 气量都大了呢 都个性 沉着稳定了许多呢 等等 或者是随时想着别人 给人欢喜 这方面的 这种洗舌的心 都进步了呢 它方面面都可以 是在修行 在修炼的 所以它才是 这才是让我们觉得 为什么说来到佛光山 这个大家庭 在参与的每一个活动当中 不管你在其中担任的 角色的大小高低 在每一个岗位上 你都有所收获 你都在修行的原因之一了 是 所以看起来 我们好像在某一个地方 像有的交通指挥 有的指兵服务 他们是不在宴会的现场 他们可能在外面 但是当他把那个地方 照顾好 我们就好像拼图一样的 就是你把你那一片贴好了 那整个的图案就呈现了 那如果每一个图案 每一片贴图 他都选了到宴会的现场 看节目表演等等 那这个图就呈现不了 还有一个呢 让我感受很深刻的 就是平等的 平等的心 你看我们在宴会上 有一个非常烘托气氛 点燃现场气氛的 有一个同一首歌的表演 是我们的义工们 都穿插在各个餐桌旁边 然后有唱着两岸三地的那些 耳熟能详的歌曲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卢师兄 他就穿着 有的人是穿着佛青的 有的人是穿着厨房的 有的人是卢师兄就穿着那个 外面那个叫 金刚组 金刚组 他拿着只会帮穿着那个 几通交通的衣服 对 在这一刻呢 我们大家 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 在这一刻 我们大家全部都融会在了 佛光人的活动当中 没有区别 所以他完全是让我们展现一颗 平等 无碍的心 那个节目好带动全体的气氛 是 跟着一起唱 对 真的是 我也知道 勇国法师这也是您的妙招 我是不晓得要唱哪一首 哪一些歌 我只是跟佳荣老师 我们合唱团老师讲 我们也来一次散唱吧 让我们的 就是在现场的嘉宾有一点惊喜 他们本来最行堂的 在哪里的 就因为戴着那种无线的耳机 然后现场就发出声音唱 都是我们合唱团的成员 这次节目表演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合唱团青年团 佛光人 刚刚演出 非常珍重 还有一个就是在活动当中 我自己跟着师兄师姐们 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 就是随喜赞叹 就是因为我时常的听到 当大家意见达成共识了 或者有一个人的意见特别好 大家都在那里以后 每一个人都把功劳推给别人 说这是他的主意 这是他做的 他做的真好 就是好像真的是放下了一个小我 去随喜赞叹别人的成就 那种欢心 是你在其他的机构当中 去参与活动的时候 也是不容易看到的 往往可能容易就是表功 懒功 这是我的什么 但是在佛光山的活动当中 我们学到的就像师父刚才您提到的一样 修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学会了随喜赞叹别人 这些都是很好的学习 我也要同时要感谢那天所有参与这个义霾 异形的这位这些菩萨们 这次义霾呢 除了就是大师的一笔字末堡肯定是最高潮的 那么那个拍卖的节奏比往年都要快 快速 然后特别呢 因为有两串念珠 它这个故事是很感人 我也没有想到 那天啊 其实新定和尚的念珠啊 售出的时候是一位刘居士 那么我坦白讲哦 我很犹豫就是 因为定和尚这串 它的挂珠是很珍贵的 它不是说因为水沉木很珍贵 就定和尚多年来自己 佩戴然后收藏的 特别捐赠出来 我当时跟定和尚讲说 不要可以赚吧 定和尚说 你们要义霾当然要拿最珍贵的啊 这样哦 哎呀 我就很过意 不是过意不去可以形容 就是我真的不舍 就 但是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筹款了 我就最后拿出来了 那就在我们第一天 我们不是唱福光山这歌 就是在歌声中送客吗 那位刘居士就走上前来 他已经付款 然后拿着一个包装的袋子 我也不晓得这个袋子里面是什么 他突然跟我说 他说这串新定和尚的念珠太贵重了 我跟我太不商量 我们家不能独占了 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捐回保障馆 增藏这样 真的 当时本来我在唱着福光山这歌 我弯下在来听他这样讲 我收回那一串念珠呢 我第一个意念就是说 啊 定和尚回来了 我那个 我那个好 怎么讲 好深的感动 我其实当时说不出话 我连一句谢谢都说不出 我只要一出声 我可能眼泪会滑下来 我就一直跟他点头 我一直跟他点头 其他话都说不出来 就是 这位留句是 这样子的 无我的 这份心意 所以来宾也在修行 修欢喜 修布施 修这种供养 那第二天 是 那个念珠是 一红法师的 那串 大琥珀的 108颗 也是他说 就是他答应这一串 是他终身会 就一辈子都会带着的 因为我们的 我以后不敢 随便跟他开口了 我这次 一开口 我们师兄们 拿出最珍贵的 他最穿108颗念珠 那么那位 也是姓刘 另外一位 刚刚那位刘居士 是来自中国大陆 国内的朋友 然后 另外那位刘师姐 也是来自香港的移民 那么 他请下来 之后 我上前去跟他说谢谢 他马上就跟我讲 请帮我把这一串念珠 带回 转交给一红法师 请他好好增长 这样 就是 原来他们一买 买下来了 都是交回 就一个是 一个是捐给我们 多伦多佛光山的保障馆 我就马上跟我们的馆长 商量好了 我们过年期间 要把他展出来 要说故事 对 然后 一红法师这一串 这次已经带回身上了 我应该 这两天 会议生动一点 我要再 转交 转回给他本人的 哇 太感人了 嗯 哇 太感人了 真的是 我们也通过 我们的节目 我也 那个 深深地向这两位 刘居士表示感恩 感谢 嗯 真的是 没有办法用言语 能够 能够表达 对他们的敬意 嗯 所以我就觉得 这次的佛光树宴 整体都是 一个圆满的修行 嗯 我也跟 义公菩萨们讲说 我们通过这一关 大家的修行功力 真是大真十年 真的进步哦 嗯 嗯 然后整场 就是欢喜与感动 嗯 哇 太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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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树变 你喜欢一场法会呢 嗯 对 对 是有佛法的聚会啊 哎呀 那个 我们 哦 我真的是不知道 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在一次活动当中 这也是通过电波 给我们听众朋友传达 我作为一个佛光人 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 普通的听众 在参与这个活动当中 我自己体会到的 有太多太多 是没有办法用语言 去归纳 去总结 你只有深入其境 你只有身临其境 你能感受到 内心的这一份 收获和欢喜 嗯 非常感谢 我们又不得不 先终止 这一个段落 先进一下广告 回来 回来继续 来抒发我们的感慨 好 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 要明白真实的自我本性 必须经过修行 要了解生命的本来面目 必须透过体振 新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 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 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 万人广修戒定会 千家长鸣日月灯 消灾严寿常欢庆 增幅尽得大地春 多伦多佛光山 将于10月26日 起见药师法会 祈求药师琉璃光如来 护佑您何家 消灾严寿 福慧增长 功德回向 国泰民安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即日起 接受点灯功德登记 详情请电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好 亲爱的听友 欢迎您继续回到 我们的节目中来 我们继续 真的是沉浸在 这一份欢喜和感动当中 我确实是体会到 在佛光山所举行的 大大小小的活动当中 我们都是修行的 一次一次的提升和简阅 和自我反省的过程 这也是他特别独到的地方 这也是你只有深入进来 你才能够体会到的 而且我相信呢 不只我们自己佛光人啊 或者说 那天来的贵宾啊 他们都是佛光人的 虽然是社区各界的朋友们 包含三级政府的代表 这个两岸的代表 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 其实都受到感动 而且全部的人都得到一种 好像正能量的一种 好像注入一样的 充满了能量 得到力量 所以这个树叶呢 它不是只有保餐一顿 它甚至吸收能量 然后充电之后 再出发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大家在这方面 一定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绝对可以 在最后一个 就是9月20号那天晚上 我们最后一个不是义工们 尤其是点座组的义工 一起手捧着船灯 一起手捧着蜡烛 站在舞台上来唱 唱唱颂的时候 我已经不能睁开眼睛 因为我完全是眼泪流的 完全是止不住 一直在流 一直在流 一边唱一边在流泪 后来到了最后的时候 我睁开眼睛 就往台下 就这样子稍微扫了一下 我正对面站着一位老外 那个 他完全是泪流满面 我看到他以后 我很震惊 因为我们唱的 佛光山之歌的时候 我估计他是 可能听不懂歌词的意思 或许他能听懂 但是真的 他是完全被感动着 泪流满面 在跟着我们一起唱 哎呦 我当时那个 好像就是真的不分 不分你是什么民族 你是来自哪个国家 在最后这一刻 我们融化在了 佛陀的光芒之下 嗯 是我也注意到 那天蝙咒主的 义工菩萨们 出来好像羡慕这样子 感谢大家 接受我们的供养这样 我看到全场站起来的 对 站起来鼓掌的 对 这个是我相信 一般活动很少这样 一般是说 比如说一个音乐会 非常好 然后人家会站起来 致敬鼓掌 像这样的一场餐会 然后得到 在场的嘉宾们 都站起来 这种致谢了 这个掌声 真的很不容易的 是 哎呦太难得了 我们期待着三年以后 六年以后 每一次带给大家的 惊喜和震撼 那以后如果是在外面的话 我觉得挑战更高 就是说 因为它场地大 它可能是一千人 一千多人的宴会 那在人多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掌握它的品质 营造这个 整个感动的世界 我觉得这是 会是更大的一项挑战 好 我们期待着 好 我们要从塑宴 转到了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 您就是去了日本 对吗 这一次到日本 其实我进行两场讲演 一场是在横滨 就是在日本最大的 华人集中区 最有名的是中华街 那么在那里呢 有这个中华 中文的学校 中华学院 中华学院 那么他是 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到了横滨 就是有一些日本朋友 支持他 这个推翻满清 那么建立中国的 这个一个据点 那在那里办了一所学校 所以这全世界唯一 就是孙中山先生 他这个建立的学校 在海外 那么我就在那个 那个礼堂里 讲演 当天也来了一两百人 一百多人 我也没想到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我以为横滨 这个我们道场 在东京别院嘛 那这个横滨的佛光源 他人很多 那第二场是在东京别院 我就跟他们 讲法华经 那这个法华经 结果他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就不够 他们就赶快预约 下半章要到明年再来讲 那讲演之外 我在东京那场讲完 其实当天我们的这个参访团 已经到了法水市 法水市就是在这个很有名的温泉区 叫伊小堡 这个整个都是这个温泉区的地方 很有名的叫水泽观音在那里 那我们建立这个法水市 目前正在工程中 所以我是到那边跟他们会合 可以 我一直在思索着说 大师把这个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字 留在这个寺院里头一定是很特别 因为大师讲了一句话说 佛光普照三千界 法水长流五大洲 佛光山 佛光山 这个在全世界都是叫佛光山 但是呢 在这个新界的这个地方叫法水市 当然跟他有这个水泽的 以这个文明 那叫法水市 但我也想着其实早在 特别是唐朝宋朝唐宋年间 日本就是派这个浅唐僧 他们到中国去请法 把佛法 把中国文化都带回到日本来 那发扬光大 那么但是曾几何时 慢慢的在明治维新之后 明治天皇之后 日本从中国请来的汉字文化 中华文化 佛教文化 慢慢就被西洋文化取代了 所以现在再一次的 中国佛教要在日本的再传 再复兴 再提升 我就觉得 法水市未来会是一个 关键的重要的一个据点 都有他的责任的 我们在法水市 然后之后到本七市 哎呀到本七市啊 有好多感应哦 因为本来台风要入境嘛 我都有点担心了 但是呢 完全全程 我们在日本是风和日丽 那种温度啊 你都形容不出来多舒服 然后呢 富士山啊 我来到几趟啊 都不见得可以看到清楚 这一次呢 不但清楚 而且还看到富士时景 嗯 呃 一个傍晚到一个清晨 整个早上这样 完全看到 嗯 呃 就是富士山的各个景象 包含 最难见到的红富士 都看到了 嗯 在想啊 我们 呃 这车上全部都是佛光义工 大家 那个 福 福会商修 你看刚刚完成这些大活动 嗯 大家都在 的法起中哦 嗯 他感觉 还大自然的感应哦 嗯 不可思议的 嗯 很顺利 嗯 然后到东京别月 嗯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别分院 在日本地区 嗯 嗯 沿途参访 啊 路上都好愉快 哦 我想 嗯 佛光人哦 跟一般的旅行团不一样哦 嗯 就是路上也在修行 嗯 这个怎么讲 哈哈 比如说 上车下车 嗯 呃 大家就好像在道场里头 车 这个 Bus 旅行 旅游班啊 就成了 呃 这个 可以呃 这个走动的 呃 有轮子的教室 嗯 我们在车上做早晚课啊 啊 然后我们在车上 呃 谈佛法 呃 分享 嗯 嗯 然后呃 当然有点时差啊 一定要给大家休息的 哦 然后呃 这个到每一个景点 我们都要看出他的这个深度文化在哪里哦 哦 怎么去去欣赏 哦 那大家这个 比如说我们也到休息站呢 因为路途远 我们经过休息站 要上进房啊 呃 买一点水啊 呃 呃 大家分工合作的 呃 呃 就 就是互相照应的 呃 真好 呃 非常愉快的 嗯 哦 像在道场共修一样的了 嗯 真好 那接下来如果要是去印度的话 可能大家的心情是更加的充满了向往吧 充满了憧憬吧 嗯 嗯 其实我们去印度前是有派功课的 嗯 嗯 每一个人呢 虽然那时候我们都已经要忙着书演 但我早一个月前 两个月前已经把功课交给大家了 哦 嗯 因为29个人要到印度参访朝圣哦 呃 他们要做完的功课呢 呃 就是要阅读完法华经三部 金刚经三十部 呃 呃 奥密陀经三十部 呃 佛仪教经 啊 这三部经各十部 嗯 啊 还有 呃 释迦摩尼佛传要阅两遍 嗯 礼佛要1080拜以上 嗯 念佛不计其数 嗯 嗯 都要把这些密恨功课都做完 嗯 然后呢 我相信 呃 在印度呢 就是大家比较能够呃 直接的与佛接心啊 嗯 嗯 所以是做了功课去的 哎呦 真好 所以说 如果说我们事先做了这样的准备的话呢 这个团也确实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哈 我知道到印度去旅游的人非常多 而佛光团去印度间将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团的 嗯 嗯 嗯 对 在4月9号哦 会一晚 马上出发 嗯 先到佛陀诞生的地方 嗯 然后再到啊 进入到印度本土 不过我想这部分可能要我回到朝圣完之后回到啊 啊 多争多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了 对 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哈 嗯 有的人去过 有的人没有去过 而去过的人呢 带着的角度 就是去去朝圣的这个心呢 然后方法呀 嗯 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我们期待着在永古法师能够回来以后呢 也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交流了 是 节目里头会讲 然后呢 我印象中是排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 嗯 会有一个 那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星期天哦 下午会有一个分享会 嗯 然后有些画面要播出来给大家看 哦 太好了 这样的话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11月或者您在佛光山的网站上能够看到 呃 11月初的呃 星期讲座的时候呢 永古法师会跟大家有一个详细的分享 是是是 那么在接下来的 那我们可能两周听不到永古法师的声音了 对 我在印度恐怕通讯不是那么容易哦 嗯 所以呃 就比较没有把握 所以呃 就我们节目安排的是呃 就是要麻烦呃 我们的小冉跟有两位谈讲师的对谈呃 的这个节目 对对 一位是与郑宇书 郑宇书老师的交流 嗯 另外呢 一位是与郑呃 呃 嘉凤老师的 嘉凤老师的交流 对 所以说呃 呃 我们现在就要跟永古法师说再见啦 呃 呃 在 在我们期待着永古法师回来以后 跟我们详细的进行进行这个分享 呃 呃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个星期我们的与幸福有约 好 谢谢您 永古法师 我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共同制作 让宗宇主持 永古法师主讲 佛光山佛光会与您一起共创幸福人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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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